目前全世界很大一部分的能源 用在交通運輸上 在美國就佔了28.6%的比例 但汽車是非常沒有效率的機器 只有25%不到的能量用來推進 超過了70%都變成不易回收的廢熱 但是熱電效應有可能逐步改變這個狀況 這是一個汽車廢熱回收裝置 汽車有40%的能量 散失在高溫的廢氣中 當這些充滿能量的汽車廢氣 通過這個裝置時 熱電材料會將熱能回收 再將熱能送回到車上 提高車子的效率 在這裡